有点有不心慌,我是荒哥 话说这哥们儿狂得不得了 他出现的地方必然陷落 先是白宫陷落,后来伦敦陷落 再后来天使都被他搞得陷落 这次更厉害,飞机直接被他弄陷落了 有名开始,陷落之王社会王是个飞机机长 大过年的公司非让他加班飞一班 他只能照办,告诉家人飞完这一趟就回家过年 而这架飞机上只有17个乘客 航空公司为了节省一万多块钱邮费 让社皇飞越暴风雨,这样航线最短比较省油 更厉害的是,飞机上还押送着犯人一脸去黑的二杆子 乘客登机后,社皇和副机长立刻起飞 小操作6道飞起,限于塔台指示,飞到4万英尺高空 两个小时后,飞机接近了暴风雨团 机身被闪电击中,发生了巨大颠簸 机舱里行李洒了一地 飞机稳定后,社皇走出驾驶舱,告诉空姐 让大家坐在位置上系好安全带 花音刚落,闪电,再次击中飞机 配电设施被击穿,机舱里灯光一阵闪烁 社皇也被凳子撞得头晕目眩 他迅速返回驾驶舱 发现电力系统已经瘫痪 定位和无线电呼叫全部失灵 备用电力只能维持飞机10分钟时间 社皇迅速下降飞机高度 按下秒表倒计时,开始寻找降落地点 而就在他忙得不得了的时候 押送犯人的警察解开安全带,捡地上的手机 空姐站起身让警察赶快坐回座位 不料飞机再次发生巨大颠簸 空姐飞到空中撞到了脖子 当场煤气 警察被撞穿后脑勺和空姐会了喝 此时社皇找到了一个小岛 快速调整飞机方向 在地上一阵摩擦后顺利落地 社会王再次来到机舱 打开逃生气囊 让所有人下飞机 和立民空姐将煤气空姐和警察 装进了袋子里 社会王将食物和水搬下飞机 让乘客吃饱喝足 有个乘客很淘气 拿着手机给罪犯二嘎子拍视频 被二嘎子一耳八字 呼飞三米 社皇一看二嘎子 战斗力很强 瞬间有了一个大胆想法 这时副机长告诉社会王 根据航向判断 这个岛十分恐怖 属于无政府看管的岛 岛上住着一群武装人员 副机长花音刚落 社皇换了一套衣服 告诉所有乘客 岛上有个建筑物 里面可能有电话 可以呼叫救援 随即社皇打开二嘎子的手铐 和二嘎子组队一起上了路 在路上 社皇知道了二嘎子 成为罪犯的原因 原来二嘎子是个退役特种兵 只因开车时喝了杯咖啡 被警察拿枪控制 起诉成了杀人犯 社皇认为这事很正常 安慰二嘎子看开点 二嘎子一听就发了脾气 钻进小树里而消了事 无奈之下 社皇只能独自前进 来到一栋废旧楼中 找到了一部古老电话 接通电话线后 他打通了航空公司电话 告诉对方飞机坠落的大概位置 对方却认为 他是骚扰电话 根本不搭理他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打电话给女儿 让女儿记下地址 正当他以为自己得救时 一个壮汉闪先凸脸 将社皇摁倒在地 大耳八字摁着他猛呼 他腰子猛一用力 踢飞壮汉 拿起手枪要蹦了壮汉 壮汉迅速反击 打飞手枪 和他在地上缠斗 他迅速锁住壮汉的喉 让壮汉不能呼吸 成功让壮汉没了气 这时楼下传来枪声 社皇迅速躲在桌子后面 只见二嘎兹手拿突击步枪 出现在了门口 原来二嘎兹并没有抛弃社会王 而是发现附近有敌人 这才进了小树林隐藏 社皇拿起一把突击步枪 和二嘎兹开始下楼 却在一楼看到了一部摄像机 地上还有几个英国护照 二嘎兹打开摄像机一看 发现里面都是杀人的视频 很明显 这是岛上的人绑架了游客 勒索要钱 如果不给就杀人灭口 社皇瞬间慌了神 怕武装人员找到乘客 他迅速启动汽车 带着二嘎兹一路飙车 眼看就要赶到飞机降落地点 二嘎兹却把方向盘打死 让车钻进了小树林 因为二嘎兹听到了枪声 另一边武装头目长毛哥 带着一群小弟包围了乘客 抬枪对天疯狂秃吐 把乘客吓到不行 副机长头上顶着手枪 只能把乘客名单交给了长毛哥 这时一个美国女乘客 怕被认出身份 仨子就跑 被三枪撂到 长毛哥一看女乘客走得挺孤单 抬手一刀 送女乘客的老公上了西天 随即长毛哥让所有乘客上车 带着乘客走了人 只留下两个小弟 搜寡财物 社皇和二嘎兹看着乘客被拉走 那人怒火攻心 二嘎兹冲出掩体 一枪干掉一个小弟 一枪拖砸懵另一个小弟 小弟只能认怂 说出长毛哥的老巢 和关押乘客的地方 这边小弟刚说完话 就被二嘎兹带进小树林 当场击杀 社皇则钻进飞机 发现副机长 已经修好了一部分电力系统 他当即打开地图 查找长毛哥老巢的位置 并在衣服上写上老巢的地点 放在驾驶舱里 方便救援人员发现 随即社皇两人开着车 来到长毛哥老巢附近 悄悄潜入老巢 发现两个看门小弟 两人扑上去捂住小弟的嘴 二嘎兹拔出匕首 干掉一个小弟 转身猛扎另一个小弟凹子 送两个小弟上了天 紧接着两人来到 关押乘客的地方 二嘎兹抄起大铁锤 一锤抡废看门小弟 社皇拿起钥匙 打开房门 帮乘客勾断绳索 让乘客上车 准备开车从正门冲出去 但二嘎兹发现 门口有一群武装人员 一旦开枪会招来更多人 社皇一听当即放下武器 故意暴露行踪 让武装人员发现自己 他被带到大哥长毛哥面前 威胁长毛哥 说救援队马上赶到 如果长毛哥不放人 就会被杀 长毛哥却丝毫不怕 让小弟摁着社会王一顿殴打 社皇被揍得在地上一顿颤抖 再也不敢说话 正当社皇挨揍的时候 五名顶级雇佣兵降落在小岛上 找到了迫降的飞机 这些人是航空公司 迫于压力 花巨资找来的营救队伍 雇佣兵在小树林里 看到了两个武装人员尸体 又在飞机里看到了死亡空姐和警察 最后在驾驶舱 看到了社皇留下的长毛哥的老巢地址 雇佣兵当即整顿装备 前往老巢救人 另一边 社皇被长毛哥一顿暴揍 眼看就要被杀 这时雇佣兵赶到一顿疯狂扫射 干掉几十个敌人 在强大火力压制下 长毛哥根本不敢抬头 雇佣兵和社皇迅速上车 一脚地板油 带着乘客逃到了飞机附近 雇佣兵告诉社会王 十分钟后 因为在刚才的战斗中长毛哥的亲弟弟被杀 社皇一听做出了个决定 重新启动飞机 带着所有人飞上天 到其他岛屿等待救援 但飞机轮胎出了问题 社皇只能先修轮胎 雇佣兵当即组建防线 准备大战 这时长毛哥带着小弟出现 雇佣兵抄起霸雷特 打爆汽车发动机 一群小弟以汽车为掩体 开始疯狂输出 雇佣兵也不着急 霸雷特瞄准车身 一枪一个小弟 拿着对讲机要上飞机 大腿却被子弹打穿 幸亏导演给他开了挂 丝毫没有影响他走位 一溜烟上了飞机 和副机长启动飞机 开始掉头 而在飞机外面 二嘎子手拿突击步枪 对长毛哥无差别扫射 在拿子弹时 二嘎子发现雇佣兵包里 装着50万美元 这可把二嘎子乐得不行 重新装弹 疯狂发射子弹 这时飞机已经掉头完毕 雇佣兵陆续登上飞机 二嘎子一看着情况 拿着50万钻进了小树林 长毛哥只顾着攻击飞机 根本没看到二嘎子 飞机里 射皇猛踩油门 飞机开始加速 这可气坏了长毛哥 带着一个小弟来到飞机前 小弟装上RPG 要轰炸飞机 幸亏二嘎子在地面上 一枪蹦了小弟 长毛哥只能捡起RPG 再次瞄准飞机 射皇一看着情况 只能继续加速 飞机顺间起飞 长毛哥直接被飞机轮胎轮飞 当场报废 此时长毛哥的其他小弟赶来 对飞机瞎秃秃 那是打了个寂寞 二嘎子一看 对方那么多人 拿着50万美元 再次消失在了小树林中 飞机升空后 射皇用卫星电话 联系上航空公司 在最近的小岛上 找到了机场降落 成功带着乘客安全着陆 经过这次危机后 射皇成了王牌飞行员 二嘎子则拿着50万 悄悄偷走武装人员的船 逃到了其他国家 从此二嘎子过上了 吃喝不愁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全局中 好了 今天电影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 点赞收藏 关注大方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